而這名債主指控呢 欠錢的葉董 不只掳人甚至威脅 還爆料出他過去也曾經開過節電公司 但是也是因為借高利貸而倒閉 現在立起爐灶之後 又再度深陷債務危機 4000受害人集團提供這段影片 一名男子站在白丸教授旁邊 講電話 指稱他就是葉董 在台中經營一家節電公司 卻遭到控訴 掏空公司資金4000萬 讓投資人血本無歸 還有這段畫面 7月4號晚上葉董背著包包 走回車上被偷拍記錄下來 自稱受害人集團表示 葉董在賭場合到半夜 而這間賭場是前天道盟 廉政會幹部使信男子開的 也就是投資方指控 掏空襲警案的主角之一 史國雲這一位黑道 他跟凱威能源是 親無故的一個路人講 竟然凱威能源每個月 要幫他支付將近50萬元的車袋 受害人代表說 轉動掏空案的關鍵螺絲 也就是介紹實信男子給葉董的中間人 還是一名東海大學財經系的兼任講師 東海大學的財務教授 財經教授叫做康家好啊 因為啊 沒清目秀的這個模樣 那找他來做這個凱威能源的吸金門面的總經理 東海大學表示 康信講師不是學校的專任教師 個人行為不便做回應 如果確認違法會停止繼續監證 受害人代表補充 葉董黑白兩道通吃 除了和黑道掛鉤也常自取 政商關係很好 知名客戶有郭台銘弟弟 國防部 衛福部都是客戶 吸引受害人投入資金總共4000萬 短短三個月內就說周轉不靈 事發後人間真發不處理 加上有黑道撐腰 反過來恐嚇毆打蔡信投資人 不過暴力糾紛當天卻剛好有人拍下了整個過程 但沒有提供給警方偵辦 警方補充兩道糾紛如何 已經調閱監視器掌握相關涉嫌人 將通知盜案做筆錄 被害人提告傷害恐嚇回損妨礙自由 警方也會依聚眾鬥毆移送 也不排除朝組織犯罪來調查 TVB的新聞黃建國將與麥爾森居小組 台北台中綜合報導 再來看到新北市這名房東被欠房租 也是叫苦連貼 原來他的房客租下了一樓的店面經營搏擊館 但是積欠了4個月的房租都不繳 甚至他上門去催繳 這些房客就說我可是有黑道背景的 如果你在啰嗦的話 要把這兒變成黑道的據點 所以這名房東實在是心生恐懼 想了又想最後決定報警 而警方也確認其實有違法的事實 要通知房客道案說明 玻璃門看進去就是一般教室 這裡其實是搏擊館 負責人同時也是授課教練 卻被房東指控 急欠房租甚至出言恐嚇 他是講說 我們是什麼竹聯邦的 我是什麼竹聯邦的 然後這裡變成竹聯邦的新據點 這樣子 當然我們會一直跟他講說 你要繳房租嘛對不對 出租的一樓店面位在新北市土城一處社區 一週開放三天授課教學 學生有男有女都在晚上進進出出 流行房客被指控 去年十月已月租一萬九租下一樓 但從三月開始迟迟為繳納房租 一共拖欠四個月七萬多元的租金 管理費水電費都是房東代為繳納 多次催繳也沒結果 拖欠這個租金的部分 這邊您有什麼想要回應的嗎 聽得講的 我們這邊是有投訴人啦 實際詢問房客不願回應 房東遭對方恐嚇有錄音存證 擔心自身安全也向警方報案 那依新修正的組織犯罪條例第三條 相關的規定 這種行為已經涉及不法 我們將深入來偵辦 警方表示只要是自稱有幫派背景 就有可能觸法 或是將通知房客到案說明 TV新聞王華林 黃金分新北市報導 再來關注天氣的動態 杜蘇瑞究竟會從台灣南邊的巴士海峽 經過還是他的角度路徑會回旋 來修正成為川新台呢 來看看氣象局的今天的最新預報報導 炎炎夏日近期不斷飆高溫 但除了熱之外 現在還得注意颱風要來了 編號5號的杜蘇瑞 21號上午8點鐘正式生成 根據氣象局前世路徑圖 它將會從菲律賓東方往西走 再來開始北轉 並逐漸朝西北的方向前進 而且路徑有北修的趨勢 可能直衝台灣而來 另外各國的預測路徑 除了英國維持登陸菲律賓 其他國家間區一致 美國 美國海軍以及日本 都預測從台灣東方海面通過 其中美國的海軍更預測 颱風中心可能擦邊東北角 暴風圈恐怕籠罩台灣 杜蘇瑞可能會增強到中台以上等級 最快下週一發布海警 更有專家預估 這可能會是今年第一個發陸上警報的颱風 有網友就開玩笑說 前氣象局長證明點一退休 颱風怎麼就來了呢 不過提醒民眾面對颱風可不能輕忽 下週二開始外圍環流影響 東半部將出現明顯雨勢以及長浪 週三到週五是颱風最靠近的時間 北部東部南部要盛防大雨甚至強風 出門行程安排得多加注意了 鐵魚的新聞 天下淨花政室黃凱敬 SNG小組台北參報道 好杜蘇瑞的動態千變萬化 究竟呢會不會直接對台灣造成威脅 我們邀請到我們的氣象主播 宜倫來到現場啦 嗨大家好我是宜倫 好久沒有來這邊了 真的歡迎 沒有錯 因為今天大家都很關心颱風到底會不會來 我個人是希望他可以離開我們一點 確實喔就算來了也沒有關係 我們颱風天還是要上班 大家還是要加班 我本來跟蘇瑞說 我還跟他說我們今天要不要開賭盤 因為我還跟氣象顧問說就是打賭 因為他們都覺得氣象局的這一報 應該是蠻有可能會成真的 所以接下來路徑到底會怎麼走呢 這是氣信心十足 沒有沒有我跟他們是持相反意見 對所以呢他現在氣象局最新的一報 其實是覺得會走這個方向是因為高壓 就是這邊會有太平洋高壓 他退了 所以他退了就讓這個颱風有空隙 可以對他就會往這邊 路徑就變成往東北方向來修正 就是不會去旅宋島或是海南 對就是如果太平洋高壓強一點 他強一點就把那個颱風往下壓 然後他就是會往南海的方向走 但是我比較希望他往南海方向走 就是麻煩太平洋高壓加油好嗎 對個人私心 最主要其實應該是說 我覺得因為這兩天太平洋高壓 其實是有點減弱的 所以應該是明天或是 大家都說這個禮拜天是最關鍵 周日這一天是最關鍵 到底要不要讓他就是要 北轉的這個角度這個地方就對了 所以我就想說不對啊 大家都覺得太平洋高壓大概兩三天 兩三天會一個round 所以他們這幾天是減弱 他只要講日一二應該就是增強 然後到了周三周四的時候就減弱 是 再增強啦就是增強減弱 增強減弱消長消長 對所以我覺得他比較會偏 往這個地方走 對所以這是今天氣象局的最新預報 就是周六的時候 路徑慢慢慢慢這樣的修正 但是剛剛宜文就說 如果到周一或周二的時候 太平洋高壓又有增強的話 他可能方向就會朝這個方向來移動了 大家就可能不用這麼擔心會直撲台灣而來 但是我覺得他往南的方向走的話 其實可以為我們南部多帶一點水 沒有錯 我們辣姐姐是台南人 我是台南人 我們那時候就有玩那個 我們看我家的那個過年的時候 不是要拜拜嗎 那時候我就跟昌哥說 我們家那個花櫃 你知道大家因為要拜拜要放好幾天 然後水氣有點濕濕的話 容易發霉 對會發霉 然後就代表那一年其實會有水 不會有乾旱 那如果他很乾 然後就是整個捏薄有沒有 大家聽懂台語嗎 就是裂開乾裂 乾掉的話 那就是真的會沒有水氣 就是那一年真的可能雨水會比較少 確實 因為好幾次我媽媽說 哎今年沒有發霉 他沒有發霉那一年就前年 好像前年的樣子吧 那一年就是大家百年大旱 對 那真聞水庫根本就完全沒水啊 確實 那今年呢今年過年 你們家的發貴到底有沒有發霉 發霉一點點 一點點 所以就是可能是剛剛好適中的水氣 對就不會有一些災害出現 然後又有水 就不用讓大家那麼擔心說 啊怎麼辦 無水可用 然後又要限水 但是其實現在南部還是有點限水 因為畢竟真聞水庫的水 還是有點不是很充足啊 確實 這就是謝媽媽的智慧 供給大家參考啦 像雨下的剛剛好 從南部來捷克 那我們還想請教一輪 那我們可以看到 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 這個路徑都會有不斷的修徑 但是我們知道呢 各國的預測呢 都是不一樣的 那今天其他國家的預測 又是呈現什麼樣的趨勢呢 其實今天的預測 大家每一個 大家看一下各國的分析預測 這個都非常的莫名其妙 沒有 因為以前大家都說就是要看歐洲模式 歐洲模式才會是 應該說他們跟他們大數據的關係啊 會比較準確一點點 然後美國啦什麼加拿大英國 他們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的數據跑出來就會比較偏離軌道 可能是模型跟資料庫不太一樣 但明明就是不是大家測到資料都一樣嗎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偏差 最主要大家 因為太平洋高壓這個真的太關鍵了 因為它是一個看不到的東西 太平洋高壓到底在哪裡 每次我都一直問氣象局預報員說 到底怎麼看他什麼時候要增強什麼要減弱 然後我也一直逼問過昌哥 到底什麼時候要增強 他就說這個他們是一個三兩天三兩天的問題 所以其實大家為什麼現在一直覺得 他可能會縮那麼遠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研判是三天嘛 其實氣象如果你一直往後去研判 比如說你現在去看一個月後的天氣 其實都是一個 其實不準的一個預測 就是一個大數據的問題 但是他們這兩天為什麼一直覺得他會退縮 就是因為應該要 然後太平洋高壓要增強之後 就會讓他有一些空間出來 所以他們就覺得大概是在這個很尷尬的時間點 所以他們氣象局才一直說現在還是有變數 預計週日才是一個最關鍵 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哪一條是這個歐洲模式呢 其實歐洲模式跟美國模式都已經有點 就是往這個方向走 會從台灣的東北部這邊經過嗎 這個綠色還有藍色的這條線 還有日本也是蠻一致都是說會朝就是台灣的東邊 然後這樣子輕輕掃過然後繼續往北走 繼續往北走 往那個日本東北的方向來前進 然後這一條就是跟我的想法比較接近 這條是英國模式 英國模式就是經過旅宋島 穿過旅宋島前進 但如果大家都以現在這個方向來走 就是有點跟一開始加拿大的路線 一開始大家不是說 蛤他真的會直接從台灣穿過嗎 是 已經很久沒有太風了 你覺得那你要不要打賭 打賭嗎 你覺得是哪一條 哇這個對我來說真的是沒有經過氣象專業訓練 昨天我為了我的這個同事舒瑞著想 我擔心他成間新聞又要播 又要播台風又要播新聞他可能就會忙翻了 我希望也是不要直接穿過台灣而走 最好也是從這個原本一開始 昨天的這個歐洲模式預測 從旅宋島旁邊刮過 然後新南氣流可以把水氣引入這個中南部 我們來解解渴就是新化的希望 也歡迎線上的朋友告訴我們 大家希望這個颱風怎麼走 大家一起集氣嗎 向太平洋高壓許願 許願這真的是為太平洋高壓試問 因為台灣的天氣到底要熱 然後還是要不要下雨 全都看他就是我每次在就是博報的時候 我都說夏天就是看我們的老大哥太平洋高壓 看他的天就是他今天心情 他今天心情到底好不好 如果好的話呢 可能就是縮一點讓大家不要這麼的熱 但現在就感覺是他要不開心一點 感覺他到底是要前進還是後退 我覺得這真的是天氣的東西太難預測了 每次氣氧局我們都說 你怎麼跟昨天講的差那麼多 然後他就說天氣就是有一丁點小變化 就會影響他們的預派 所以這個大氣科學不是我們一般人想像的 這麼簡單啦很多模型還有計算預測的模式 但是呢周六日的雨應該就比較準可以預測了 這個周末大家到底可不可以 開開心心出去玩影節好天氣呢 沒錯還是可以的 最主要現在就是一個夏天的典型的氣候嘛 所以就是午後雷震雨還是得要請大家特別留意的 像其實從今天開始其實北部可能雨沒有下下來 就是烏雲密布但是水氣不太足夠 但是六日的時候還是基本上都是以這個山區 要提醒大家還是如果看到烏雲密布 然後已經我不知道你會不會覺得 在下雨之前都會有一個味道 對對對會有一個潮濕的土壤的氣味 沒錯沒錯 如果聞到有一丁點那種味道的話呢 拜託大家就趕快離開山區了 對或是遠離溪流旁邊 對因為隨時那個雨下下來 從他們從山上這樣下下來 溪水暴漲的速度每次我們問那個消防隊員 他說真的很快請大家都要特別留意 尤其暑假期間大家都會去玩 對小暑溪水還是要注意自身安全 沒錯但是到了下週也就是這個杜舒瑞 颱風越來越靠近的時候呢 因為現在都看起來好像會從東邊這樣子 就像左邊的這一張圖 他應該會從這樣東邊掃過 那東邊如果我們以目前預判的路徑的話呢 當然就是東部首當其衝 從週二的時候東半部啊 還有宜蘭地區雨勢就會比較大 到週四的時候也一樣都是以東南部 還有東部為主 雨勢會多一點點 但是這是以目前的路徑來為大家做這個雨量的預測 沒錯 其實隨時還是會改變的 所以隨時鎖定我們TVBS為大家帶來最新的氣象預報啦 對確實我們會替大家緊盯我們夏天的老大哥太平洋高壓 究竟他的這個是增加還是消長 那麼其實呢線上很多朋友也跟我們一同來討論氣象 然後這個Elon Mars就說 深深太平洋深深傷心 是要點歌了嗎 沒錯 現在就是要請新話 就是下次你要 我準備一下 準備一下 我去刷德普 準備一下他唱歌 你們看 身兼多指 看是要聽下雨的聲音還是什麼好嗎 也是 好 然後另外一方面呢 大家都說蘇瑞身兼兩指很辛苦 真的 那剛剛也有人提問Nash說橘色是哪國的預測 他說他沒學過氣象學 應該說這個是橘色啦 因為他們每一次的那個顏色 他有時候 因為我這一次的圖沒有把那個 沒有把路徑的國籍把它放上去 但橘色通常是英國 英國模式 然後深橘色的這一條 其實有點橘紅橘紅的 我記得應該是日本 是 那剛剛還有人線上發問說 Elon Mars 請問宜倫主播有非洲模式嗎 好像沒有咧 但他們也有自己的這個氣象局 但他們沒有說像歐洲或美國 是有針對全世界的 我們好像比較少會去參考到非洲的資料 確實 因為好像一般來說呢 對於這種大氣學有研究 都是有什麼航海經歷啊 或者是多災多難的國家 像是台灣跟日本 對 沒有錯 所以我們的防災意識還有這種大氣科學 聽說台灣的大氣科學 相對其他國家來說 其實還是蠻火的國際肯定的 尤其在這個颱風的路徑預測 說實在的我們台灣氣象局 真的要給他們鼓勵一下 因為每一次的颱風路徑預測 因為一開始一定都是一個大概嘛 尤其像這一張好了 這張其實就是以目前觀測到的資料 去做路徑的預判 但是其實在目前的每一個點 台灣其實有非常多的一些雷達 還有大氣的觀測站 但他們在大概四五個小時內的路徑預測 都是蠻準的 他沒有辦法說一定會照這樣走 因為他們一定會一直修正一直修正嘛 尤其開始發海上颱風警報的時候 是三個小時就要開始來一爆 所以他們那一爆是非常重要 你們不要小看他們 好像畫這圖好像很簡單 他們沒有那麼簡單 樹葉有專攻啊 然後同時其實也有很多信上網 開玩笑說 證明點局長要退休了 颱風就來了 有此一說 但是我們還是要看看 他有沒有跟太平洋高壓 這個老大哥握手一下 跟他說說 促膝長談一下 有帶雨來沒關係 但不要直撲台灣 確實不要帶來太大的災害 好那我們謝謝怡文今天跟我分享 接下來台風的動態預測 還有週六週日 不便來說平地還是好天氣 但是山區是有雨的 大家進行戶外活動到山區西邊 要多多留意自身的安全了 謝謝怡文 謝謝新華 好 繼續我們帶來觀眾朋友 來關注到的是近期呢 如果您要到小琉球去旅遊的話 真的要小心哦 不只會看到海龜 還有可能會看到這個貨櫃 原來呢 昨天帛琉級的貨輪天使輪 他們原本呢 是提茅在高雄的外海的 但是結果他們的油 他們的這個貨輪開始進水 最後側翻 結果呢船長當機立斷決定呢 棄船來逃生 而我們的海巡呢 把船上19個人通通都順利的救了起來 但現在問題是 由於這個貨輪側翻 所以呢 這個貨輪上頭的1349個空貨櫃 現在變成了海上漂流物 到底要如何收拾殘局呢 恐怕也是傷透腦筋 海釣魚船返港 直擊貨桂輪歪一邊 貨桂輪船身傾斜角度越來越歪 就停在高雄港西方三海裡處 20號上午船長向港物塔台通報 船身不明原因進水 傾斜8到9度 共有19名船員 汽船逃生搭救生艇海上漂 直到海巡弟兄池園 一個人受傷無礙 這廟家等待我們的味道 這有很多 人先去 人比較重要 貨輪原本只是船身傾斜 承載的1300多個貨櫃開始掉落 接著船身一半淹沒海中 經過一個晚上整艘船沉入海皮面底下 只見船上的空貨櫃海上漂 密密麻麻散落在海面上 這個計算箱沉掉了 從先步棄船 這艘帛琉級的貨櫃船天使輪 這個月4號就在高雄港停泊待命 20號上午通報不明原因進水 船體傾斜 船員陸續獲救 21號凌晨船身開始往下沉 天亮之後整艘船看不見了 船上載運的部分是有1349尺 20尺的空貨櫃 那本分工事獲罷以後 立刻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船上有將近500噸的低流燃油 以及青柴油 周圍設置了兩道燃油所 港務公司改開放二港口通行 原本要拖到上港檢修 現在整艘船沉沒 貨櫃海上漂流 一千多個貨櫃要怎麼打撈 恐怕不是容易事 TVBS新聞張麗玲 黃曉琪 高雄報導 而天使輪目前傾斜呢 導致有很多貨櫃在海上漂 這附近的海域呢 其實也是東流線 也就是屏東東港 通往小琉球的重要航道 同時這裡也有不少的漁業活動 很多漁民呢 發揮守望相助都提醒 同行要注意有貨櫃在海上漂 而接下來呢 如果颱風可能會過境的話 強勁的風力 這些貨櫃可能會漂得更遠 漂到恒春 也會成為當局 要趕快打撈的重點 這樣啊 這樣啊 你看 外海還有漏油 待會就從我這裡來了 就得到一台了 漁民作業到了一半 眼前卻突然出現 一大片的漂浮霧 但他們不是魚群 也不是船隻 居然是一指指的貨櫃 也讓他忍不住發出哀嚎 這不是頭幾腳 回來做貨櫃屋 哇 旁邊 真的啊 一邊愛聲嘆氣 一邊又自我解潮 這是在高雄屏東交界 海面上的作業船隻 原來帛琉級貨輪天使輪 臨沉沉默後 甲板上的貨櫃 不但在海面上載浮載沉 甚至一路往南漂流 也讓天亮後 開始作業的漁船嚇壞了 那因為今天剛好又是退潮 所以整個海洋 那個洋流的方向 可能就會一直往南這邊 21號上午 在高雄臨遠的鳳鼻頭漁港被發現 下午2點半左右 已經在屏東東港的外海 2.5海里處 由於緊鄰往返小琉球的 東流線航道 也讓不少業者 急著相互通報 聽說往小琉球漂移了 在海上要特別注意喔 高雄港物公司 雖然第一時間就啟動回收作業 但初步估計 散落的1349紙貨櫃 除了部分沉默 仍有五六百紙在海面上漂流 但除了像這樣 每趟只能將各位樹的貨櫃 拖回岸邊 海向不穩也影響作業進度 預計最快也得四五個工作天 希望敢在颱風來臨前 全數清除 因此接下來幾天 高雄屏東沿海 一直到恆村外海作業船隻 恐怕得特別小心 以免發生危險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而再來看到美中之間的角力 似乎對於季星籍的來訪 彼此之間互別苗頭 季星籍是前國務卿的身份 同時也是知華派的學者 也是推動美中之間破冰建交 當初的密室 而對於這樣遠道而來的學者來訪呢 他不僅見到了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 同時也見到了大陸外事辦主任 王毅以及大陸的國防部長 李尚福 所以接待的層級之高 從他見的人可見一般 而與此同時呢 今年也是季星籍的一百歲生日 而中國大陸方面呢 不只見的人是最高規格的 同時也送上了相當有心意的禮物 準備的歡迎晚宴當中呢 把中國畫卷 立體化呈現 甚至還送上了壽桃 餐桌中央用各色鮮花鋪設成了一幅立體畫卷 寓意友誼似水 福壽如山 同時祝願中美友誼第九天長 畫卷周圍用獨具中國特色的精美唐藝 做成了壽繩 展翅的丹頂鶴和鯨魚 代表健康長壽 餐巾的墓質扣件 做成葫蘆形狀 象徵財富和幸福 最吸引人的是這個壽桃包 裡面有90顆的小壽桃 外圍圍繞9顆 加上這顆最大顆的代表100歲 這是20號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北京會見前美國國務卿 寄星級後 設午宴歡迎的現場規格之高 不僅如此 美國國防部的發言人 科比也忍不住稱 一位美國的普通公民 可以與中國國防部長會面 並進行溝通 美國政府官員卻不能 這令人遺憾 另外 中俄兩國海軍艦艇編隊 18號中午 已經在日本海中部地區會試 兩國各出動了十多艘艦艇 30多架飛機參與演習 我們注重新型指揮信息系統的運用 提高中俄雙方態勢共享能力 進一步推進連演 向實戰深度偶合 構設通信網絡 並以實兵對抗演練為契機 全面檢驗 複雜電磁環境下 中俄海空兵力的通聯制 這次演習由解放軍的北部戰區司令部組織 中俄交換了艦載直升機的指揮員 進行不同作戰單位之間的高效協同 和建立聯合指揮通信系統 而這也是中俄聯合軍演 解放軍軍機首次從俄國機場起飛 TVB新聞李建偉 陳向如綜合報導 不過中國大陸從2016年軍區改制過後 也積極建軍 甚至喊出他們中國的軍隊要現代化 但當中卻碰上了少子化的隱憂 大家知道嗎 其實中國大陸在今年開始 人口一樣也陷入了負成長 而且負成長的速度是超乎大家的想像 因為過去八九零年代的時候 一胎化的政策讓他們的人口基數頓時下降 而現在也得面臨當年一胎化的苦果 現在中國大陸的年輕人不升 這個人口的老化還有少子化 現在也面臨到了解放軍非常困擾的人才荒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國大陸的人口 是喋喋不休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的總生育率變化 在五零年代七零年代 開始就慢慢的緩步下降 而到了二零二二年呢 幾乎已經開始持平了 人口出現了負成長 而我們知道目前呢 其實在他們的東部戰區 以及南部戰區總兵力 就需要七十五萬人 而暑假期間也就是現在 其實呢 我們可以看到都是很多軍校的招生望鏡 但現在軍校面臨招生不足的困境 還有報考數連三年下滑 專業的兵種也乏人問津 甚至傳出呢 中國大陸的軍校原額越開越多 但是為了搶人找人不斷下修他們的分數標的 希望能夠多一點人來報考 與此同時呢 過去呢 從軍可能就是會確保退伍之後 能夠接受國家的轉港安排 能夠達到就業 並且呢 這個薪資方面也是穩定的 可是隨著中國大陸的這個行業內捲越來越嚴重 這樣的前景也一片暗淡 航向大洋 翱翔天際 清理鼓吹年輕人把從軍當一生置業 中國大陸軍校招生 史詩級的宣傳片一隻接一隻 然而招生問題欲蓋欲張 打仗不是單一國家的事 妄傳台海近年 兵雄戰危 讓大陸年輕世代不想念軍校 事實上 長期研究解放軍的學者 認為問題出在社會氛圍 過期來講會去念軍校的人 很多是因為家庭困苦 那我去念軍校我可以免費 我有收入 那可以改善家裡邊 解放軍的薪水一直在調 當然如果他跟從困省會來比 當然他待遇會不錯 但是跟那個發達省會來講 其實相對他的收入還是比較低 待遇和生活的落差感 讓相信國家 相信黨這段話 在年輕人的心裡成為問號 2016年軍事改革過後 攤開近年中共27所軍事院校招生數 2018年到2021年間 平均一萬三千人 到了2022年一萬五千人 2023年一萬七千人 虛缺越開越多 但其實首招根本招不滿 大陸的金校招生其實有點類似我們連招 就是用連招的成績去登記金校 那當然這個你要符合登記金校 第一個就是你的身體要過關 那誰說現在就是很多人 可能身體素質不過關 變成說我成績放榜以後 那合格的去登記的人數就慢慢降低 所以就我們看得到就是 會有第一次登記 第二次登記 第三次登記 就一直分數往下跳 分數只是第一個門檻 如果念的科系不是科技相關 派任邊境毫無選擇 想回家鄉服役 升到少校再說 從他訓金嫌制度實施以後 你在衛官庭園會變得很久 那現在大部分都是衛官 都是放到邊緣地方 艱困地方去 中衛幹了五年或上衛幹了五年 基本上都沒有辦法晉升 可是他任職的時間又快到了 所以他就變成任職時間到 他就必須要離職 那因為現在很多軍人轉業 大部分都是到公安體系去 那等於說我浪費了15年 我又從零來 直接影響的是基層缺骨幹 部隊出現斷層 連帶衝擊的中共軍隊現代化 部分憂慮反映在流行文化 找來當紅偶像演出精英戰士 希望年輕人能把心中的投射 化為從軍意象 除了軍校招生 2023年志願兵役的軍事 才剛開出23255個元額 或軍旅影視創作 既然有美化包裝 當然也有寫實反諷 過去有一部小說叫鬼吹燈 鬼吹燈裡面的胡八一 這一個軍官 他為什麼後來去盜墓 盜墓一定是走投無路了 如果就一個年輕人來看的話 我未來工作 以及我未來退下來之後的保障 沒有辦法去得到一個 很好的保護的話 那我為什麼要加入解放軍 相較於強軍資源無上限 解放軍的退輔機制還不夠完備 連帶影響了志願兵的徵集 解放軍兵員約略200萬 但其中80萬人是每年靠徵兵 來服務武警的義務役 而需要極戰力的地區 不只台海當面 因為我們的防禦面只是台海 那以中國來講的話 它的防禦面從南海 台海 然後一直到東海 然後甚至在對馬海峽或刺客海 這些東西都把整個戰線拉長了 那實際上當面可以實際應對的 除非其他地方都沒事 那它可以available的軍力是有限的 南海 中美持續交鋒 東北亞 日韓和俄國 關係又不復以往 解放軍的各地部署 缺人才 更缺基層幹部 問題一直惡性循環 我們在評估解放軍戰力的時候 不能夠只看 哇 他有幾艘航空母艦 他有幾架飛機 因為不管是任何 各式各樣的先進武器 到最後還是需要人來操控 人來計畫 那這些人的計畫跟人的操控 以及會不會因為人力素質的不同 而會有一些 我們講出現戰場上的摩擦 少子化和社會 經濟等結構性問題 影響全球 台灣也身在其中 國軍知己知弊 不該輕敵 也無需過分 向威脅逼頭 TVB的新聞 李延至一日福 看不到 而焦點轉回國內 來看到的是 柯文哲再度槓上了中央 這回是文化部 原來先前在他任內 興建北流的時候 有1.9億元的工程款 拖到現在都還沒付 那麼柯文哲呢 就反擊了 是因為文化部都已經蓋好 來韓卻說不願意支付 但是文化部卻說這筆款項 可是已經完工之後 才新增的工程款 所以要求柯文哲 不要倒果為因 看著台北流行音樂中心 完工落成 柯文哲有感而發 只是選在這時間發布證機片 某部分也是要反擊 自己被控任內 留下未結工程款1.9億 相信柯文哲嘛 我們也不是那種外國起刷人 無奈被貼上流浪貪標籤 柯文哲再補充澄清 直到今年7月11 文化部才正式回函表態 不願支付款項 但文化部發聲明 還原時間序 行政院2008年核定北流 興建經費45億 委託北市府代辦 北市府在2018年 要求追加預算到60億 而當時行政院核定函強調 工程延宕11年 因此不得再次展延 代辦協議書也明定 以核定預算為限 博客市府北流開幕後 為了變更設計 2021年提出增加工程 增一款1.9億 要求文化部支援 就跟文化部溝通 溝通完以後 文化部同意以後 有再變更設計再去處理 可是它是先展後座 這個之前就已經有去文過了 所以他們意思就是說 你們當時那時候沒有說清楚 中央就要問一大堆的原因 為什麼 所以中央到今年 到後來7月才回文說我不付了 黃珊珊說沒要甩鍋 只是文化部不願意付 又太晚說 而似乎要撇開北流爛攤爭議 客戶者臉書文更強調自己 解決17年來 離人市府未解難題 卻被議員苗博雅點出 時序有問題 指北基地是在2014年 前市長郝隆斌任內決標 他怎麼可以這麼面不改色的 在媒體鏡頭面前 把別人做的事情收割成為自己的功勞 北基地跟南基地 整個投標的過程都非常的清楚 八包出去錢不夠是事實 前朝雙手一攤 文化部又堅持不付款 1.9億加利息 誰買單 蔣市府不排除 和文化部繼續協調 TVV新聞導遊剧楊佩宇 台北採訪報導 而現在民進黨內也同志之間相殘了 這個是前總統府發言人古拉斯 公開在臉書上面指控 先前的布伦傳聞 都是同黨的立委 陳寅在幕後操縱 爆料 未資料給媒體所為 並且她要提出了誹謗告訴 還要要求賠償 而對此 今天陳寅並沒有現身在立法院 倒是透過聲明當中表示 她不願意多彈 那麼她說她自己也是音樂系出身的 跟政治格格不入 等了一個上午 民進黨立委陳寅終於現身了 你會不會覺得很委屈 反正我心裡很坦蕩 就這樣 說自己坦蕩蕩 不怕別人講 畢竟前一天 Glass才點名同黨立委陳寅說隱忍多年 沒想到她為了立委提名 竟然帶頭自相殘殺 還計劃性鼓勵傳出緋聞的理性援警 原配提告 扭曲對話 創造登山神話 痛批她迷滅人性 已向陳寅提告公然誹謗 還有損害賠償 更嗆殺 像公聖母峰 要裝備齊全 一旦雪崩 會有山難 陳寅在臉書回集 說這樣的內容實在不值得她花時間回應 更不願意配合演出 音樂系出身的她 跟複雜的政治圈是格格不入的 但話風一轉大酸 顛倒是非不是我的專長 如果我做錯事了 一定虛心檢討好好道歉 絕對不會怪罪別人 更不會拖一堆人下水 自己已經是黨提名的候選人 也說已經抱情黨中央處理 自己也會保留法律追溯權 既然他們已經告上法院的話 那就是法院去見真章 因為我們是局外人 我們並不清楚 事情到底真相是怎麼樣 我想我們就讓相關的當事人 去做釐清 自家人只能還家 不要再添柴火 讓聖母峰風暴 停止延燒 就怕選情還沒攻頂 就先雪崩 TVB的新聞 黃俊瑋 劉力雄 尾家協森 聖巨小組 台北三方報導 藝人 郭樹瑶的弟弟郭伯婷 捲入了共諜組織案 最後檢方以20萬元交保 而對此呢 郭樹瑶的經紀人 說會積極配合檢調的調查 而今天姚瑶呢 好久不見得她出席活動 面對記者的詢問 她也說 其實收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情緒是有些激動的 但是因為沒有跟弟弟住在一起 還沒有辦法面對面了解 到底是什麼情況 來歡迎我們的動物大使 瑤瑤 郭樹瑶 頂著30多度獵羊 藝人郭樹瑶的墨鏡 搭配丹寧褲裝 為品牌環保活動站台 由於主題 僅控毛小孩 畫匣子一開 停不下來 長期和貓果相處 只要一有不適 她立刻能感同身受 瑤瑤說自己對在乎的事 不會放任不管 當然弟弟最近卷進供鐵遺雲 她也選擇堅強面對 弟弟郭柏廷捲入的是 扯鈴聯盟草創人兼 李氏 魯姬賢等人 涉入的共諜組織案 家境緣故和弟弟 從小就出來賺錢 沒料性惹上大麻煩 就是工作啦 然後不小心被捲入 從小就是扯鈴的 從國小吧 那時候我就是爸爸帶他去看一次 然後他就很喜歡 然後就走到現在 然後後來在小學當教練這樣子 對啊 這還滿單純的啦 坦言在新加坡拍了一個月的戲 得知當下頗正經 反而媽媽比自己還要淡定 因為其實我也有點情緒 所以我還沒有 要打算跟他好好講話 結果他有傳訊息給我 這樣 他就說 就是要擔心這樣 他身為姊姊姊姊姊好懶惰 身為姊姊愛之聲則之謝 就算有些生氣無奈 相信會選擇咬著牙一起走過 TWC的新加坡拍不到 而再來看到日前打破沉默的黃紫嬌 在臉書上面PO出了兩萬字的長文 對於他核彈籍的爆料 受到影響的藝人朋友們 他致歉 不過今天呢 主持人吳宗憲 在出席節目十周年活動的時候 就被問到 看到兩萬字的道歉文 會考慮要撤告嗎 不過吳宗憲說 其實提告是律師的事情 但因為告訴如果有任何所得的話 他會全數捐出來做公益 而另外一方面呢 旁邊也是黃紫嬌的徒弟 這個Lulu他也說 事件發生之後 一直都有在關心他的師傅黃紫嬌 希望事件能夠圓滿落幕 跟著吳宗憲合作 主持十年的丞翰點Lulu 搞笑還原鐵達尼號 經典場景 喊話要一起共進退 但吳宗憲上個月被黃紫嬌 爆料欠錢不還 男女關係混亂 這筆帳吳宗憲還是堅持要算 接受交信的道歉 我並不以為武藍 所以就也沒有所謂的道不道歉 提告是律師的事 不是我的事 對啊對啊對啊 那如果能夠因為訴訟 然後有所得的話 我就全部會拿來做公益 透露一切交由律師進行 究竟有沒有提告沒有正面表態 倒是吳宗憲二十號在吳淡如節目上 自認不會哈咪吐站上邊 說自己有感情潔癖 只是形象爛透了 我是不是一個感情很複雜的人 對不對 那真的是正經元 對啊 你QR 對啊 那我們每交一個女朋友 我們都是為了要生小孩 所以大家放心好不好 憲哥永遠站在這個地方 中流砥柱 如果我也垮了的話 那台灣藝能界沒有人了 站在一旁的露露頻頻點頭 幫吳宗憲接話 其實他也有持續關心 師父黃子嬌這一個多月來的動向 我身為管輩 我就是能做我能做的 對 然後給予關心跟支持 也問他能需要怎樣的忙忙的樣子 對 那我對於所有的事情 也是像性格一樣 就是到時的祝福的心情 陸陸期盼世界能圓滿落幕 吳宗憲姿態也放軟 雖然被說兩大天王有心結 但他還是希望外界給予黃子嬌更多包容 可以走過難關 台中有民眾幫朋友慶生 正在市區的頂樓狂放鞭炮 不過這可是深夜12點多 太擾民了 附近鄰近的四個行政區 都被這震惡欲容的鞭炮聲給嚇醒了 所以就民眾報警 而現在警方已經以車追人 找到了放煙火的民眾 並且也進行了詢問 原來這民眾是為了慶生 擾人輕夢 台中市區出現美麗花火 璀璨煙火持續長達100秒以上 但這不是什麼特殊節日活動 時間是大半夜的12點整 有人在市區大樓頂樓 釋放深空煙火 下去警方依照目擊者描述 直上頂樓 暗夜中也看不清地上有沒有煙火殘骸 遠景下樓發現管理室旁多了一個藍色保冰桶 裡面有點火設備 櫃台上還放了一個澆水容器 警方調出監視器 發現三名男子涉嫌半夜放煙火 12點以前東西搬上樓 過了12點 連同爆竹直筒跟煙火架子 直接扛進電梯 但三個人沒離開 而是搬著這些東西到14樓去 兩名遠景尋線追查 推測釋放煙火男子就在門內 按鈴敲門等了好幾分鐘 終於開門了 裡頭有十幾二十名年輕男女正在慶生 但否認是他們放的煙火 遠景只能以車追人 因為他們發現大樓門前這藍色貨車 跟搬運爆竹的三個人有關聯 果然尋線找到放炮的人 該名福姓男子 表示四方有了慶生 而四方煙火 全案依社會秩序維護法送辦 這裡是台中市漢口路跟寧夏路口 福姓男子自稱幫人慶生 白天重回現場 看到地上有煙火的粉色外包裝跟爆竹殘骸 男子大半夜在市區點燃升空類的煙火 當時包括西屯區 北區 西區 甚至遠到北屯區 都有民眾聽到煙火爆竹聲 睡夢中被吵醒 男子除了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還觸犯噪音管制法 以及台中市爆竹煙火釋放管制自製條例 警方將同步把案件 寒送給環保局跟消防局依法開罰 TVBS新聞 台中警方為了抓毒販份兒去攔住了毒販的車輛 結果沒想到毒販已經見到警方上前圍捕 還猛踩油門想要逃逸 而為了讓毒販不要逃走 警方積極地破窗處置 直接攔住了嫌犯 並且還在車上起出了大量的毒品證物 大批警方從下車馬上包圍前車 池棍不斷向車窗玻璃砸 駕駛座車窗一破 警方擠進車內 試圖要將嫌犯拉出來 不過三名嫌犯依舊不配合 持續躲在車上 事情就發生在台中北區的漸行路 當時警方遲搜索票藥查棄毒品 就遇上毒販倒車衝撞 當時另一台警車擋在前方 眼看無路可跑 車上三名毒販把自己反鎖在車上 拒捕投降 警方持警棍把車窗玻璃給砸破 打開車門 把兩男一女壓制在地 現場一片狼藉玻璃碎片灑滿地 嫌犯車輛流下多處的衝撞痕跡 警方也在車上搜出多種毒品 有海洛英 安非他命等 還有分裝器具以及手機等證物 貼犯早就被警方鎖定 還企圖開車逃跑衝撞警方 不過依舊沒得勝被逮捕歸案 警方訊後一犯毒罪 將這三人移送法辦 麻省理工不是在美國嗎 怎麼在台南北區也出現了分校 不過這可是大錯特錯了 原來這是麻將館取這個MIT 這個名校的名稱叫做麻省理工 裡頭是起牌式也可以打麻將 可是本來高掛招牌這個創意性 請大家的注意 但警方一查才發現 原來裡頭還有賭資交易 是個非法賭場 會館門口斗大的名稱麻省理工 四個大字看得一清二楚 二十幾名員警一一進入展開搜索 一個接一個的牌桌 賭客們玩得正起勁 歸台邊的工作人員也忙得不亦樂乎 原來棋牌會館以美國名校麻省理工為名 提供廉價場地並代揪牌咖打牌 實際上卻是麻將賭博 參加的賭客得先申辦會員 由店家發給儲值卡 在儲值機投入現金 換取相對應的點數及籌碼卡 取代現金輸贏 事後再私下交易賭資 躲避查契 出動二十多名警力執行查契 當場查獲核 負責人才二十幾歲 為了吸引顧客上門 會館使用電動麻將桌 還有飲料餐點供應 甚至利用社群軟體 隨時更新人數 賭客被帶回偵辦 由於棋牌會館屬於公眾 可以出入的場所 要被依刑罰賭博罪移送 罰金五萬元以下 而不是設違法的九千元 讓他們直呼真的是得不償失 TVBS新聞顧鎖倉 很多時候不方便出門 有些人會請拉拉木的外送員 幫忙去代購商品之後 交貨再付錢 但是今天這名外送員 跑到了超商 幫消費者買啤酒 但最後這個人卻 棄這個商品不顧不付款 導致這個外送員蒙受損失 不想出門買東西可以叫外送 甚至帶走各種費用都沒問題 但現在卻有外送人員 控訴遭到顧客詐騙 真的越想越生氣 當事外送員20號凌晨 在拉拉木平台接到一筆訂單 顧客使用代付代買服務 要求到超商幫忙買一手啤酒 以及帶繳電話費 還說會額外多給小費 顧客傳送繳費條碼之後 外送員就到超商去幫忙處理 一共繳了1700元 事後到指定地點去 完全沒看到這名顧客出現 不管全訊息打電話 通通無法聯絡上 彷彿人間蒸發更誇張的事 靠著超商業者幫忙 找出蛛絲馬跡 結果這條碼根本不是繳電話費 而是遊戲寶物交易 讓他們氣炸了 直說為什麼要用這樣的方式 招搖撞騙 馬上報警 希望早點抓到人 實際上卻是為點數進行儲值動作 進而使外送平台人員損失財務的行為 此行為已經構成 司法上的詐欺罪 觸犯詐欺罪 可以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現在就等警方找到這名顧客 好好釐清 當事人更盼望追回辛苦前 TVBS新聞 找這個旅遊的網紅當導遊 卻玩出了一肚子氣 有民眾控訴這名網紅 帶大家到荷蘭收了12萬元 但是結果到了景點 像是停車費加油費 通通都要這些團客來自理 網紅我覺得這實在太不合理 但是旅遊網紅也表示 他根本就不是帶團的 只是受朋友委託幫忙安排行程 而您知道嗎 這種網路糾團真的要小心 因為通常導遊都必須 跟旅行社要有合作關係 並且中間也會有一些 承擔損失風險的時候 比較有保障 面對這樣的私人安排行程 衍生的消費爭議 免得到時候會投訴無門 戴七十多歲媽媽去荷蘭玩回國 卻怒PO文說自己遇到超車領隊 抱怨一位旅遊網紅 自稱有領隊證 帶他們去何比爐深度旅遊 十天一人十二萬不寒餐餐 但第二天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花這麼多錢 領隊回她只寒住宿機票租車 她也懷疑為何停車費加油費 參費甚至領隊去超市買東西 都是她買單 領隊幾乎全程不講話 而且景點就一直走 沒有顧慮到團員有長輩 教程很快跟不上 讓她覺得被炸棋 這位旅遊網紅反駁 雖然自己有停到有領隊證 但沒賺他們半毛錢 互相也沒簽合約 只是對方是不熟的臉書好友 以朋友身份挨排行程 雙方有很大的認知落差 十二萬團費也因為機票值飛比較貴 不過民眾跟團出遊也要注意 不管是帶團出國的領隊 或是在國內帶團的導遊 只要有職業行為 就要由旅行社申報 受聘於旅行社才能出團 她沒有在觀光局那邊查詢得到 那代表她收客的行為 這部分是違法的 在觀光局網站查不到這個人 那基本上那旅行社就沒有不需要 對這個人去做一個 一個負責 在觀光局網站上 民眾也能用領隊姓名查詢 證照是否處時 另外也可以搜尋 有沒有旅行社申報 觀光局也表示 如果旅行社申報沒有登記 卻違法出團 可以處十萬以上五十萬以下罰還 並勒令協業 體會新聞網信堂 討日人台北財財財布道 交通部7月1號的新制違規停車 寄點一年累計12點的話 就會掉扣駕照 不過新法一出有很多職業駕駛 像是貨運司機跟小黃司機 可是叫苦連天 因為上下客或上下貨物的關係 時常會被寄違規停車 這會讓他們一掉扣駕照 就審計不保 希望交通部有更多的配套 貨車停在店門前 違規臨時停車被拍下檢舉 駕駛人就會被寄一點 交通部7月上路的 違規臨時停車寄點制度 讓貨運駕駛 計程車司機等等 職業駕駛非常不滿 寄點沒有配套 寄點沒有配套 將近60名職業駕駛 在交通部前舉標語大喊口號 因為新的寄點制度違規臨停 被登記1點 一年內累計12點 就會被吊扣駕照兩個月 但貨運業者天天都得到 上百個點送貨 卻不是所有地方都有卸貨停車格 就算有也常常停不了 停了其他的車輛 我一天要停上百個位置 我有時間等警察來把它拖走嗎 不只貨運駕駛 受影響的還有計程車司機 畢竟在哪上下車都得盡量 照客人要求 但這些地點 大部分也都不適合法的 有計程車駕駛在新制度 短短上路3週就被寄了6點 已經有司機被寄到6點 我不知道他接下來要怎麼面對 我們每個計程車司機 每年都要放暑假嗎 駕駛們提出訴求 除了希望廣設卸貨停車格 在新制度上路前 應該有更好的配套措施 像是要和公司研議 既點由公司負擔而不是司機 承諾會在開會討論 畢竟交通問題牽一法動全身 職業駕駛們要滿足顧客 又怕會丟了工作 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也不能 忽視 TV別算李國正仲宣 台北採訪報導 好 今天直播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 今天已經是週五囉 明後的週六 週日可以好好享受週末假期 但在這要提醒您呢 週日就是24節氣當中的大暑了 天氣預期也會十分的炎熱 而台灣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 其實在週六的時候 各地都是多雲道晴的天氣型態 氣溫是33到35度 但是呢 大台北盆地還有中南部地區 花東縱谷 局部地區呢 可能會出現36度以上的高溫 所以提醒您還是要注意 防曬多喝水免得中暑了 另外一方面呢 其實午後西半部地區跟東半部地區 特別是山區的部分 很容易會有午後雷震雨 如果週末假日呢 您要進行戶外活動的話 提醒您喔 把握上午的時間 天氣會比較晴朗 而下午的時候 天氣變化劇烈 要提醒您 也要注意在水域 或是山區活動的時候 注意天候情況不要逞強 適時地遠離危險的地區 同時要告訴您呢 外出要記得吸帶雨去了 而杜蘇瑞颱風 目前距離台灣還比較遙遠 根據氣象局的預報呢 很有可能在週日的時候 大致的走向還有路徑預測 才會底定 不過這一切呢 都要看太平洋高壓 是否有消長的變化 希望是過台灣 而不入可以帶來一些雨氣 不要成為川星台 但TVBS會持續帶大家 掌握最新的颱風動態 而新聞的最後呢 感謝大家週一到週五的 晚間七點到九點的陪伴喔 1900重點直播 還有2000整點新聞 週一到週五會有新話 為各位畫重點 記得開啟訂閱小鈴鐺 晚安啦 拜拜 TVBS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 七點到九點 由新話主播為各位新聞畫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 一會兒 充電